國內本土疫情漸漸收斂 但是死亡數卻依舊居高不下 不過專家也推估 再成一個禮拜 死亡數有機會回落百例以下 死亡人數真的有望隨疫情降緩嗎 也有醫師不這麼樂觀 認為確診數一週下降20%來看 要到8月上旬 才有可能跌破萬例 估計屆時致死率會超過萬分之十七 死亡總數更逼近八千人 也就是每百萬人三百四十人死亡 超越紐西蘭 新加坡和日本 壓低致死率還有努力空間 雖然我們現在的死亡率 跟全世界比還是在前段半 但是還是可以有精進的作為 尤其是在安養院這一塊 如果能夠加強高齡長照族群 提早診斷 加速給藥流程 醫師認為有機會 而目前擔任死亡人維持在高點 其實是反應前段時間的 疫情高峰 我們現在的死亡數 有可能還被認為說在高點 但是這是之前 因為有高峰之後 一個延遲指標的結果 所以也不用說太多的意外 前一段除了積極避免重症 高齡族群 兒童疫苗覆蓋率 也都得在網上提升 才能盡可能打住病毒侵略 再來一幾位 余德晴 可不可以選台北 臣播報道 台北 台北 臣播報道